不久前就有消息放出 中国的珠海航展已经进入百日倒计时 并且将在7月中旬开启售票系统 这对于此前已经被推迟了一年的珠海航展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按照官方消息 珠海航展将于9月28日正式开幕 并且会持续到10月3日 对于此次珠海航展外界最期盼的莫过于 听到有关中国最新引申轰炸机轰二时的消息 因为在各方的造势下 似乎今年的珠海航展将会成为轰二时 正式公开亮相的最佳场所 而这个说法其实去年就有了 去年的时候 美国军事网站国家利益报道有关轰二时的消息 由美国专家预测 轰二时将在2020年年底正式亮相 并且11月份的珠海航展便是亮相的最佳时期 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去年的珠海航展突然宣布取消 伤不少人倍感遗憾 但同时也把红二时亮相的悬念留在了后面 今年4月份 中国方面宣布 2020年珠海航展并未取消 而是延迟到今年9月底 要知道 中国的珠海航展是每两年就要举办一次 如果去年真的取消的话 那么下次举办时间就是2022年 不过2020年珠海航展推迟到2021年 也就说明两年会连续举办两场珠海航展 对于很多人而言 其实即使再等一年也没什么 但为何珠海航展一定要在今年举办呢 中国官方又有什么急于展示出来吗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中国空军在招飞宣传片中 出现了飞行员头盔处 反射出一架类似美国B2轰炸机的影响 这无疑是在疯狂暗示轰二时即将现身 此处不久之后 还有美国卫星拍到 中国东南某空军基地内部 修建了一座新的白色机库 很显然是用来放置大型军机 考虑到这个军事基地 属于解放军东部战区 历史轰炸机群 而这支部队只要操控轰六杰轰六恩等轰炸机 因此美美推测 这个神秘机库可能与中国下一代 隐身轰炸机有关 搞不好就是等着轰二时入列 另外不久前一本中国军工杂志封面 印出轰二时的设计图 引起外美争相报道 有些国外军事专家甚至直言 这是中国官方有意泄露关于轰二时的消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关于中国轰二时的消息不少 那么为何这架轰炸机如此引人关注呢 提起隐身战略轰炸机 很多人会想到美国的B-2轰炸机 这是全球第一款 也是目前唯一服役的一款隐身轰炸机 B-2轰炸机在美军几次对外战争中都有活跃表现 不过像B-2这样的轰炸机 美国研制的目的并不是针对一些中小国家 而是对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型国家威慑 不过B-2轰炸机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贵 B-2单价达到24亿美元 就连美国也难以负担 于是如今美国又开始研制成本更低的B-21隐身轰炸机 也就是说 美国马上就要有两款隐身轰炸机 对于中国来说 研制一款同等的隐身轰炸机可谓是刻不容缓 2016年9月 时任中国空军司令部马晓光透露 中国正在研发新一代远程轰炸机 一款飞翼类似于美国B-2轰炸机 进入到人民的事业中 外界已将红20定义为一款能够打击到太平洋上更远目标的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拥有出色的隐身能力能躲过雷达的探测 2018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宣传片《大国起飞》中 一架与比尔轮廓相似 被目不盖住的大型飞机出现在宣传编中 有传闻这就是轰二十 可以说轰二十尽管从未露出真面目 但热度一直都不低 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上热门 为何轰二十如此引人关注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轰二十到底有多厉害了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 轰二十轰燃机的作战范围可达到1.2万公里 这意味着轰二十不仅能够突破美国夏威夷 甚至能在中国本土起飞直击美国西海岸 而轰二十的出现对于中国的最大意义 便在于完善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体系 中国火箭军拥有东风5、东风31 以及东风41组成的陆基洲际核打击体系 射程能达到1.5万公里 能直接威胁到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 而在海军方面 中国拥有隐蔽性狠桥的093、094与095型核潜艇 并且装备有蓄浪2型潜射型洲际核弹 射程达到8500公里 中国的核潜艇可以潜伏到太平洋中部 发射巨浪2 同时能直接威胁美国本土 但是相比之下 中国的空中核打击体系就显得不足了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轰炸机机队 有超过200架轰流改进型轰炸机 不过即使在加油机的配合下 中国空军最新型轰流的攻击范围 也只有5000公里左右 可以对付驻守关岛的美军 但是想要威胁美国本土就很难了 而轰20将弥补这个短板 而除了拥有超远程打击范围 轰20的另一大优势就是隐身了 轰20作为轰炸机 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如何突破敌方的防空领域进行突然打击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躲避雷达了 近年来中国在隐身技术上进步飞跃 到G20到5真8攻击11就能说明这点 因为这也是为轰20打下基础 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上来 既然轰20如此万种期待 那么真的会有9月底的珠海航展上现身吗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官方的声明 主办方表示解放军空军机队中将会有一些先进的战机 将出现在珠海航展上进行表演 这里最先进的战机大概率是指歼20 毕竟轰20还没有在解放军中服役 此外官方声明还表示 2019年阅兵室中一些最新飞机将会被展出 这同样不会是轰20 因为轰20并没有出现在2019年中国阅兵室上 更有可能指的是歼20战斗机 轰6N轰炸机 无针8无人侦察机 以及攻击11隐身无人机等 另外声明还提到 中国自主研发的翼龙2无人侦察机将会进行动态展示 以往这架飞机都是以静态展示出现在航展上 官方声明并没有提到有关任何轰20的内容 此外就时间几点难看 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轰20首飞的消息 因此真机出现在珠海航展上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不过轰20的官方模型或者海报图公开还是有可能的 至少我们能从中了解更多的细节 关于轰20的话题已经讨论了很长的时间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还可以讨论多久 或许半年或许一年或许更久 毕竟轰20和航母这种大型装备不同 航母建造过程基本无法隐蔽 但是轰20的研发过程是能在室内完成的 像美国的B-2甚至是最近的B-21隐身轰炸机 在公开亮相之前也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核心内容的 根据最近军网英文版的内容 国内某知名专家在谈到空军最新轰炸机时 称这种轰炸机将是世界级的水准 会是世界最好的轰炸机之一 那么这款轰炸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对于关注国内装备的军迷来说 一定能猜测出这指的就是轰20 毕竟就性能来说 如果塗胶6的改进性 不管是红6如何魔改 也不能成为世界级的吧 目前红20的研发进度几乎不为外人所知 根据一些猜测 认为红20已经进行了部分飞控技术测试 而红20越是消息少 可能越是说明该战机开发进度一切正常 如果开发遇到困难或者停滞 反而会看到一些消息 不过从开发进度上来说 红20的各项技术确实很难在几年内就成熟 其实大部分人对红20的了解 应该还是从2018年的中航工业的勋传篇末尾处看到的蒙布战机 而后关于红20的各种消息就层出不穷了 而最近一次窃取的消息 应该是在2020年那年的35位大国工匠名单中 出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红20总师字样 这至少更加窃取的说明了红20的存在 加上这次国内专家直接谈到红20 说明这款战机绝非某些人口中的水月进化 只不过需要更多的耐心 从航发来说 红20可能使用的是WS18航发 采用四台WS18最大起飞重量 或能达到180能左右 航行速度0.8马赫 突防速度还可以提高 而整机有效载荷可以达到45吨 同B2一样具备全球到达能力 航程可以达到4000到5000公里 至于隐身涂层则可以直接使用G20的技术进行改进 而飞控技术之前猜测经过了测试 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而航电技术方面和飞翼布局的系统技术则是难点 这方面暂时没有更多的窃取消息 只能猜测还在研发之中 而这次的专家既然如此肯定是世界最好的 那么至少说明相关参数和设计指标绝对是大幅领先的 毕竟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也没有几个国家有实力研发 而且这位专家本身也是很具有权威的 既是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 又是空军航空杂志副审编还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不妨大家就可以以9月份为节点 耐心的等待看看 轰二十是否会一步一步走到大家面前 相信最后所有的等待和耐心都值得 而我们的轰六也终于可以卸下重担了 不用担心字母不够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下个目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 Considering the first bachelor 더 ground 我们下只有年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